天上 天上诸位晓得 四王天 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五十年 十五百岁 掏了一天加一倍 掏了一天 一天是人间一百年 寿命是一千岁 就是人间短 这么短短的时间 后必要造罪业 造罪业 你堵三我道 造善业的时候 大概多半都是生欲皆天 为什么 你的烦恼稀奇没断 七情无欲没断 肯定是欲皆天的 欲皆天不错 佛报比人间是大 可是也是想得尽的 佛想尽了之后 你怎么办 你阿赖也石里面 所藏的那个 卧业种子会七千行 那个种子七千行 就到悟道去了 所以天台大师讲啊 人天报尽 这讲来世报尽 还堕与山土 这不是好事情 这是我们现在在人天 不能不救 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得人身 吻佛法了 你为什么不在这一身当中 去做佛去 你搞生死轮回干什么 特别是你遇到这个法门 这一部经 是凡夫一身成佛的保证书 你没有得到了 那情有可遇 你没福分 你这一身没遇到 遇到的人是有大佛报的人 大姻缘的人 你还能干坏事吗 你干坏事 你能对得起佛陀吗 免尊佛来 阿弥陀佛 罚愿 这个成就大家了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恳切的介绍啊 对不起佛陀 对不起祖师大德 对不起你自己父母祖宗 对不起你自己 你怎么能干坏事 那什么是坏事 明文立阳 五语六成都是坏事 只要过分了 就不少死去 古人养生 对于这些事情 明文立阳 五语六成 是事可而止 不能增长贪心啊 啊 贪心是误鬼道啊 成会是地狱道啊 在这一生当中 闻到佛法之后 就要痛下决心 要断坦诚之门 对不起 明文立阳 明文立阳 信念 明文立阳